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职业规划的52个深度解答 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问题是,应该为了男朋友放弃升职机会吗? 好,我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 首先欢迎大家在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 那么你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专门做一期课程讲解 当然也欢迎私下的提问了 这个PPT上有我的联系方式 好,那我们迅速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吧 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的背景 问题解读 那今天呢,我们这位同学呢,他的职业背景是这样的 他说我和男朋友呢,大学期间就是在一起的 那毕业后呢,都留在上海工作啊 我们感情一直很好,计划明年结婚 那最近呢,上司找我谈话,有一个很好的晋升机会 但是需要呢,我去分公司出差半年 我男朋友呢,就非常反对 他劝我不要去啊,他总觉得两个人异地半年呢 会有矛盾,有可能会分手 那可是呢,我还是比较看重这次晋升机会的 很想去啊,但是又担心分手,我就很纠结,我该怎么办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典型的就属于叫做 比较纠结于是要和男朋友在一起,还是要抓住这次升职机会 暂时和男朋友分开 对吧,那我们首先恭喜我们这位同学 有男朋友,是吧,这个有男朋友的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好,那么你看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的都很苦恼 怎么找到一个男朋友,对吧 有男朋友的就要苦恼 怎么在男朋友和工作之间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平衡 那么按照惯例呢,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同样还是去先在企业内部啊 我们公司内部做了一个采访 我们看一下普遍的啊,这个大家 支持的两种观点啊 来,典型的两种观点呢 第一种观点呢,叫做A,选工作啊 理由是男人有的事,是吧 我们这个 哎呀,这个观点就很有意思 叫女性要独立,爱就是支持她 对吧,她很自私 不支持你的工作,说明不值得你爱 男朋友给不了你的呢 工作和为努力的未来都会给你 这个,这个 首先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这个逻辑很奇怪 就爱就要支持 所以呢,她不,她很自私 她不支持你工作,就不值得你爱啊 这个,这个 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啊 这个典型的呢,就有点 呃,女权吧 女权倾向吧 来,还有第二种观点呢 是这样讲的,叫做 当然是要选男朋友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工作机会多的是男朋友只有一个 那她的理由呢 也很简单说 人不能太自私,对吧 也要靠考虑对方的感受啊 她不让你去呢 正是爱你的表现 说明在乎你们的感情 那工作机会永远都有 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一次机会啊 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 其实很多职业机会啊 我们,我们有过职业经历的人 尤其是职业经历越久的人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职业机会可能就那一次 啊,可能很多职业变革 可能就那一次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要真的要去加入某一家公司 某一公司说你,让你升职 对吧,前提是你去出差半年 想象一下如果这是刚刚初创的小米呢 对吧,那这样的公司很有可能 未来就是七八年前 她刚刚初创的时候 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你要抓住了 那到现在很有可能 已经是小米的高管层了 所以相对来讲呢 我们不能否认职业机会的存在 确实有些机会很重要啊 确实有些机会很重要 所以呢,来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一般来讲啊 你看典型就这两种观点 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去 分析呢 无非就是男朋友重要 或者工作重要啊 其实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那么这类问题呢 我们说过 我们开这个系列课程的目的 不单单是要给你给一个问题的解答 问题的答案 更多的是要带给你一种思考问题的思路 对吧 你通过这些问题的思考 建立一套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 那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好 来,我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一般来讲这类选项的比较啊 很多都是比较纠结的与选项 说是这个还是那个 对吧 所有在比较选项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避免一种啊 首先第一个要避免牺牲思维了 一定要避免牺牲思维 什么叫避免牺牲思维呢 就说很多人都会这个这个 这个讲说那你看我选了工作啊 这个这个或者男朋友 那你看如果我选择了工作 是不是要牺牲和男朋友的感情呢 对吧 我选择了和男朋友在一起 我就牺牲掉了晋升机会呀 对吧 所以你看他很多人的这个背后 他对一种感觉什么 就是他牺牲掉了某一样 得到了某一样 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我换一个句式 你马上就能理解 对吧 比如说我说我牺牲了金钱 所以买了房子 我为了买房子牺牲了金钱 你听着什么感觉 就很奇怪吗 对吧 挣钱就是用来花的 怎么叫牺牲了金钱呢 所以你看我买房子牺牲了金钱 他真实的描述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我比较了买房和租房的两种生活 我选择了买房这种生活 是这样的吧 你总不可能说 我牺牲了租房的生活 对吧 我牺牲了租房的生活 实现了买房的生活 这叫什么牺牲呢 对吧 所以好多时候 我们在面对这种决策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你一旦是牺牲词维 你就非常会觉得自己亏了 对吧 你想象一下刚才那个 我们前面讲的开头这个案例 如果这个女生最后选择了和男朋友在一起 对吧 然后后面一旦到工作 不如意 或者一旦和男朋友吵架 就会说你看当天为了你 我牺牲了工作机会 才和你在一起的 你现在对我这么不好 对吧 你这个渣男 你个人渣 是吧 你这背后就是 你总是会要拿这个牺牲来说事 原因就是因为 牺牲本身 它就会让你觉得什么 你在放弃什么 得到什么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各位 我们不要比较选项本身 你没有选选择某一个牺牲另一个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 你选择了其中一种生活 你认定这种方式 生活 这种生活 或者这个选项背后的生活 更适合你 对吧 所以第一个叫 比较选项背后的生活 不要比较选项本身 所以我们讲 说老师 我到底是应该抓住进身机会呢 还是应该和男朋友在一起 那你这个思考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比较 那你抓住了这个工作机会 进身机会 好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能想象一下这个生活吗 那他肯定就是和男朋友两地分居 每天可能打打电话 一个月可能能见一次面 是吧 或者半个月能见一次面 他来找你 或者你去找他 对吧 你一个人要在外面租房 租房的生活 对吧 那你这个生活是这样的 好 那你选择了 如果放弃这次职业机会 进身机会和你男朋友 对吧 守在你男朋友身边 这是另一种生活 听懂了吗 所以呢 这是两种生活状态的比较 那么你要考虑的是 这两种生活状态 我更愿意选哪一种生活 而不是我要牺牲掉某一种生活 我就要理解了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思维背后的本身是什么 就是当我比较了两个选项背后的生活状态 我选择了其中一个 意味着我主动做了选择 选了那个我更想要的 而如果你抱着牺牲心态 说我牺牲掉了另一个 才获得了这个 那么你抱有的心态是什么呢 叫做受害者心态 就是你总觉得自己是得到了损失 受到了一定损失 才得到了这个选项 所以这个本身 他对你在决策的时候 就是有很大干扰的 就是有很大干扰的 所以呢 我们再强调一遍 一定要比较选项背后的生活 不要选比较选项本身 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广泛的 宽泛的讲一下 你会发现好多人做决策的时候 都是在比较选项本身 而不肯把这个选项 还原到真实的生活里面去思考 对吧 比如说 说我想选一个男朋友 一个对我特别好 对吧 对吧 这个特老实 特踏实 那另一个呢 特有才长得特帅 但是呢 钱赚的少一点 那我应该选两个男朋友 应该选哪个呢 你就很纠结 其实这类的纠结没有必要 原因在于什么 你要把这两个人 带到真实的生活里面去反应吗 那你能不能想象一下 你和A或者和B 这两个男生 不同的生活场景里 他真实的生活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对吧 那你自己在这个感受的过程当中 去思考你到底哪一种生活 是更适合你的 你更愿意要哪一种生活 包括你去买辆车 也是好多人去买车买房 尤其买房这件事情 我一讲起来就头疼 对吧 就是好多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房子 回来 奇奇怪怪的户心回来 都是因为 他看中这个房子的某一个特点 那其实这个特点在生活当中 完全用不到 几乎是完全用不到的 对吧 所以我见过好多人去一些沿海的什么 温海啊 文灯啊 乳山 我不知道你在大城市见过没有 他们就会说 哎 我们有个海景房约你来买 很便宜 想象一下以后 你再住在这里看着海边 对吧 听着海浪啊 等等的 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很好 等你真的跑到说被忽悠来买下这个房之后呢 就发现坏了 这个地方几乎荒无人烟 什么快递也很难送达 社区也没什么人 对吧 然后呢 各种生活交通都不方便 对吧 你终于到了夏天 想要听着海浪的时候 发现一开窗 对吧 哎 外面有很强的鱼心味 海心味 对吧 晚上听着海浪的时候 谁能听着海浪入睡 你告诉我 你一两个晚上 已经就就很崩溃了 对吧 你天天听着海浪吵得要死 是吧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这个选项本身 一旦还原到生活里面 你就发现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很荒谬的啊 所以呢 在这类比较里面呢 来 第一 我们尽量建议你去比较选项背后的生活 不要选项比较本身 对吧 不要这个比较选项本身 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你有牺牲思维 对吧 我们说过一定要用选择思维啊 选择思维 那么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这类问题呢 尽量寻找完美选项 有没有两者兼得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时候做决策类的问题啊 就你听过我视频的很多这个网课的这个同学 如果你前面就在听 你就会发现 所以决策类问题 我们都在强调一个点 就是不要只做AB选项 要更多的去找可能性 尤其是要去找一找有没有可能兼得 两者兼得的可能性 对吧 比如说两者兼得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那个城市出差 能不能有可能 对吧 打听打听 让男朋友看看 他男朋友公司在那个城市里有没有分公司啊 对吧 能不能也申请一下去出差个半年啊 是吧 对吧 或者能不能先结了婚再去出差吗 对吧 你要实在不放心 先结婚呗 对吧 那离婚的成本自然是要比分手的成本高的呗 那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完美选项 兼得选项啊 找一找 好 那第三个建议是什么 如果必要选择期 比如我们找来找去就是没有完美选项 那我就是要呃 跟我选择跟我男朋友分开一段时间 抓住这个晋升机会 或者啊 那我就是不要这个工作都可以 就得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对吧 那如果你必要选其一 就要尽量罗列所有选项的可能结果 对吧 你要把所有的选项的可能结果都罗列出来啊 比如说 你真要去可能会面对哪些真实的情况 同时把这些可能的结果都罗列清楚 以及应对方法 这样的话呢 心理自己也踏实一点 对吧 如果你要去工作 是吧 男友这个吵架了 该怎么办 有可能会吵架 有可能会分手 有可能会出轨 有可能会劈腿 对吧 每一种情形 我该怎么办 是吧 你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方案都想好 啊 那如果我要在这个放弃的这份职业精神的机会啊 那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那职业当中还有哪些可能性啊 我接下来留在这个公司里还能创造那些可能性 把这些可能性都罗列一下 这个叫尽可能罗列所有选项的可能结果 好了 最后呢 需要注意几个细节 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就是如果因为这类问题呢 在真实的选项里面很有可能就会说 说老师 我比较了一下这两种生活 我都想要怎么办 我又想要升职的机会 又想要男朋友陪在我身边 对吧 好 如果确实都是你想要的 有这种情况 那你就比较一下自己最不能忍受哪个选项出了问题 或者哪个选项万一出了问题 你是最不能忍受的 对吧 你是最不能忍受的 对吧 你就看看哪一个是自己不想要的 或者是哪一个是自己最害怕出问题的选项 那你就别选他呗 对吧 最后呢 罗列分险 有分险的应对策略 不一定用到 但会坚定你的选择 对吧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稍稍的多讲一嘴啊 多讲一嘴什么 就是如果你真的做了选这类选择 就是一定要关注到 他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不可控分险 比如说你真的选择了去这个接受这份进升机会 对吧 跑到外地出差半年 是吧 跟男朋友分开 那你得确定你这半年结束真的回来能进升啊 对吧 兄弟 你不能说你出去半年回来老板换了 对吧 老板掉走了 对吧 老板辞职了 新老板上来呢 或者新上司上来不认账了 你这半年不白跑了吗 对吧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可控分险 那万一遇到这种情况 你总得有分险应对机制嘛 对吧 所以你看像这一类的分险应对呢 就强烈建议你 第一呢 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公司给到承诺 把这个承诺能落实到纸面上 比如说能不能先给你认个命 以公司发文的形式 认命再出去 是吧 所以这一类风险呢 一定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预估到 预估到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分析到这里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OK 所以呢 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 那这个问题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启示啊 我们有两点 第一呢 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想的越明白 在面对选择时就越不容易纠结 所以我们说过不要纠结于选项 而要去思考每一个选项背后代表的是不同的生活状态 不同的生活经历 你更喜欢哪一种生活经历 那第二呢 就是选择即冒险 不是消灭风险 而是要和风险共存 就是我们说过 你要有风险意识 对吧 有可能一些不可控的风险 这个出现 但是不可能完全的不冒任何风险 那其实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尽可能的去想应对策略 但是这个风险 其实是要带着这个风险去决策的 没有人能完全没有风险的去做一个决定 没有风险 这个是不对的 好 所以呢 来今天这个问题呢 我们大概就分析到这里 最后呢 感谢大家的聆听 推荐一下我们公司的公众号 颜值优理的公众号 每周呢 我们都会在当中发布 学习资料和职场的报文 这个报款文章 供大家学习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